日本首相菅义伟的请辞 让中日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的紧张 各位观众你好 欢迎收看三三经纬点评 我是David 郑经纬 又到了周一我们见面的时间 当然来讲这个周末实际上 大家都在观察的就是 不是阿富汗 是日本的首相菅义伟 为什么要请辞 这个自民党的这个总裁的职位 那当然来讲在这两天 这个各方人马都纷纷表态 要出来参选 马上在9月多的这一个次 自民党的总裁选举 因为我们看一下时间表 因为依照时间来看 这个9月29号 这个党内就要进行这个总裁改选 那接着到了10月的21号 这个日本的国会下议院就要进行大选了 所以这个总裁是谁呢 非常的重要 因为日本的政治体制 哪一个党赢 那个党的总裁就是首相人选 就是一种政治体制 首相不是另外单独选的 所以这次菅义伟的请辞 当然来讲也代表 有些人说 这个菅义伟像一个临时工 有人甚至形容的不好听 像有人叫他一个外号 叫东京妈妈桑 东京夫人 有点那个味道 那当然来讲这个日本首相的改变 对中日关系 为什么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讯号 那听我道来 我们当然讲到日本首相菅义伟的时候 要讲到这一位令和大叔 实际上菅义伟的出现 也是因为这个安倍晋三身体不好 对不对 在任内的时候 这个顶不住了 所以在2020年大概就在一年前 一年前 一年前 对 然后突然就说身体撑不住了 知名党内就选举 当时很多人都表态要选 但是安倍就似乎非常支持菅义伟出来 菅义伟如果要了解他的人 实际上在日本的政治当中 他是想求派系 日本的派系 这个尤其是比如说自民党 这种大党中间派系非常多 这个派系 这个东间国会议员一般进了国会 大部分都会选派 选这种派系跟 但是令和它是比较特殊 它叫做押宝市 所以他当年押的是安倍 安倍当了所谓的自民党总裁之后 也一路带着他 因为他是一个农村子弟 平常进场他们家境不好 所以他后来去读大学的时候 读的是法政大学 最便宜的 大学当中最便宜的 然后在当中读大学的时候还打工什么 这跟日本的这些政治家族完全不一样 各位要知道日本这些政治家族 他们都是很有钱家的孩子 对不对 安倍的外公是谁 岸信介 对不对 你更不要说小泉纯一郎的儿子 这些通通 现在都在政坛上的很多人 你看他的父亲是谁 都是有头有脸 曾经当过什么部长 首相 都有来头 有家事 他妈妈的外公又是谁 什么你就知道 这个中间 坦白讲 在日本的政治 虽然是民主 但是平良心讲 都是权贵家庭在玩的游戏 一见平民 你想入阁 甚至当首相 做梦 但菅义伟他的梦想就梦到了 对不对 菅义伟能够上来 其实也不能否认 这个叫做非常的 这个苦干 有人形容甚至日本人在形容他 说他是老黄牛 黄牛不是有卖黄牛票的黄牛 是铁里面的老黄牛 非常的认真做事 举例来说 在安倍的时候 他是官房长官 官房长官就有点像首相的基要秘书 大小杂事都管 安倍各位注意到 在当首相的时候 经常出国 对不对 特朗普还没当选 他就带着镀金的高尔夫球推杆 就飞到美国去 所以各位常常在国际场合 看的是安倍的身影 那首相要管的内外都要管 那内政基本上就靠菅义伟 听说菅义伟每天大概会跟安倍见一次到两次 都干嘛 报告 菅义伟有一个强项 在官僚体制内阁当中 各部什么副部级的到什么大概处级的 谁谁谁谁谁谁 谁坐在哪个位置 他通通清清楚楚 你只要问他 比如说这个防卫项 这个谁谁谁谁谁 他马上下面防卫 比如说海上防卫厅 谁谁谁什么 他都说得出来 那个人是谁 那个人做了什么什么 所以他有这种特性 就是很认真 每天上班时间听说天刚亮 他就他两件事就睡觉跟上班 最后深夜才回家 就那么认真 这样一直跟着 而且默默的跟 所以安倍就觉得这个人很可靠 所以在2020年身体危痒的时候 想说大概还有一年多任期 就说这样菅义伟你等于帮我来看 所以人家就也有人讽刺菅义伟 是说被雇来的老板 说他虽然是日本首相 但是他被雇来的老板 他不是真的老板 这老板是谁 安倍 安倍 对不对 因为菅义伟要去美国见特朗普之前 还去见了安倍 安倍你要知道他们的家族 影响力在日本政坛 那可不是什么普普通通的说 他说什么身体不好就下去 各位记得他曾经下去过两次 对不对 上次身体不好回来又当首相 你就知道底子有多硬 好 那这次菅义伟实际上的请辞 有一点心不甘 因为菅义伟一辈子当幕僚当冠了 也还好 所以在去年的时候 林伟送命上来当了日本首相 那也知道是个烂摊子 疫情的问题 奥运到底办不办的问题 怎么做都是吃力不讨好 但是还是终于奥运给办了 虽然没有加分 那也算有个交代 那第二 这个疫情控制的也不好了 反正现在谁也控制不好 也就这样 都是挨骂的份 所以走到这时候 这个菅义伟心里就有点 有一个杂念 对不对 就觉得说 我要不要再选一届 这个自民党总裁 换句话讲 如果自民党在国会大胜 我就再干一任首相 对不对 就是完完全全不是那种 好像半路接班的 就是道道地地的平民首相 在他的政治生涯 因为他今年都已经71岁了 对不对 对他来说 再干一任首相 对他们家来说 这个真的是风风光光 但是实际上 这是一件不对的事情 因为在日本的派系 在往往像安倍这种状况的时候 找一个没有派系的小角色 来顶班的状况 过去曾经有过 对不对 所以菅义伟他也想得太多了 实际上日本的派系 是不可能让你再干一届的 对不对 那些人大家都在摩拳插掌 都在等 所以这次菅义伟在得不到各方的支持之下 知道自己就算我参选总裁也当选不了 那还不如难看 干脆在9月3号宣布请辞不再选了 意思说不再选 对不对 换句话讲 就等于是请职日本首相了 因为你当不了党总裁 当不了自民党的总裁 自民党赢也轮不到你当首相 好 那马上就有好多人出来表态 那出来表态的 譬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名字 非常多 我来点一下名 那基本上有岸田文雄 岸田文雄 岸田文雄是现在来讲 这个比较积极的 声望比较高的 在画面上各位看到这位女士 是安倍推荐的高士早苗 但她希望不大 希望不大 那另外跟岸田文雄 可以去相拼的 就是所谓的河野太郎 在画面上的 这边河野太郎 那当然茂木敏冲 还有石破茂 这个都算是蛮有兴趣的 但是另外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小泉静次郎 他这就是当年 那个日本小泉 纯一郎的儿子 对不对 那更不要说 那其他的是机会不大 什么野田圣子 那个都机会不大 大概现在大热门 大热门 一个是安倍推荐的高士早苗 那另外一个就是岸田文雄 当然这个岸田文雄 能不能在这个9月 9月底当选 那日本的这个 所谓自民党的总裁 当然现在派系之间 大家就在开始瞧 对不对 一定要瞧 瞧的这个其实政治就是 也是交换 因为过去在工作的机会 去日本采访过 这个所谓的派系 当时去的那个叫金团联 那他们这个里面所有的这个 不是想象中只是一个 好像小组织 他整栋楼 就是金团联大楼 那里面的所有的国会议员 他们还有幕僚什么这些 就像一个 这个派系就有一点点像一家公司一样 在运作 规模非常的大 那更不要说 政商关系统统在中间 不言而喻 日本它其实就是一个派系政治 那这次岸田文雄出来之后 当然大家非常关注的是 中日关系 如果岸田文雄当选了 这个比如说到10月底 大选完毕 自民党大胜 岸田文雄真的当了这个日本首相 中日关系会怎么样 有些人说 那如果是别人当选会怎么样 当然各位要知道岸田文雄 他基本上当过外长蛮长时间的 在跟中国打交道上面 他也非常的清楚 但是中日的关系非常的微妙 因为如果要讲中日关系 大概严格来说 有1500多年了 1500多年前 这个日本跟这个中国就有来有往 对不对 当年这个什么浅唐史 这个浅水史都有这些 到中国天朝上国来学东西的 那随着时间的发展 日本人对中国实际上比美国人了解太多了 我曾经就有人讲 当年那些尼克松 1972年准备拉中抗苏的时代 他说美国人真是幼稚又天真 为什么 因为他真的不了解中国 以为我只要给中国一些好处 比如说买买中国东西 中国就会乖乖的跟着我 做我的小弟 那就可能对中国 对中国人太不了解 因为从经济改革开放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的发展实际上非常的快速 因为在经济改革开放之前 不能否认日本在整个亚洲 算大哥很有影响力在经济力上 但是军事是受到和平宪法的限制 但是也看得出来 日本对中国的了解那不在话下 但是中日之间 会不会因为这个首相改朝换代 发生更激烈的摩擦 像钓鱼岛的纷争 对不对 这是一直以来 在中日之间 双方都不愿意退让的一件事 对不对 你就问每个中国人说 我们把钓鱼岛给日本好不好 那答案是no 对不对 你问日本人 日本人也说no 他们叫间隔诸岛 一样的道理 这是一个很困扰的问题 也很难解决的问题 但两边都各自主张 当然我们认为 从历史的这个资料上面看 这就是中国的 对不对 但是在日本人觉得说 这是美国托管交给我们的 对不对 这是我们的领土 所以在这个上面上 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最近的两国之间 这个态势在钓鱼岛上 稍稍的缓解了一下 但是真的是这样吗 印太战略的紧张 真的是朝那么风平浪静吗 实际上下面是暗潮汹涌 为什么暗潮汹涌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继续 珊珊经纬点评 一会儿见 各位观众你好 欢迎回到珊珊经纬点评 我是David正经纬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跟各位来谈的是 日本首相如果换人 中日关系会有什么样的改变 对不对 但一直以来 日本的军事发展 有这个野心 对不对 希望就算安倍到现在 他们都希望修改 和平宪法第九条 就是让日本有军队 对不对 日本有了军队以后 就会扩大 但是在特朗普时代 印太战略开打之后 实际上日本也承受巨大的压力 像前一阵子 也不是前一阵子 应该说这两天 看到日本的出云号 日本的出云号 原来是一个直升机 直升机的算轻航母 但最近进船屋 保养了一段时间 出来的时候 这个船头 做了一个滑行甲板 就可以跳跃式的滑行甲板 整个船身 也做了这个 就所谓的 因为可能F35 要降落在这个甲板上 这个甲板要有一个耐高温涂层 不然的话 普通的甲板 钢板会变形 这个当然都有一些技术去做 好 那在这个当中 也看到英国的航母 伊丽莎白女王号 这两天也到了日本 整体来讲 这个态势 似乎在日本的印太战略上 跟着美国往前走 当然这个也不能否认 现在日本还是承受到 美国的压力在 对不对 所以当年 你看这个出云号的样子 到今天的改装 都是谁的时间 他必须更加的符合 战略上的需要 因为他也买了F35 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就是一直以来 日本到底在想什么 有些人都用说 日本只是为了发展军事 但是有一件事情是 很多人可能当时觉得说 只是一个新闻 很快过去 那话说是在今年的2月12号的时候 在日本呢 日本就是一直引以为傲 他拥有全世界最安静 攻击力最强的柴油潜水艇 苍龙脊潜水艇 在今年的2月12号的时候 发生了一起跟 运铁矿砂的散装货轮 相撞的这件事情 那这个散装货轮叫红通轮 这个相撞 那撞到什么程度呢 这个潜水艇上 这个怎么讲 潜水艇要下沉或要上浮的时候 他旁边有一个升降舵一样 在这个挺身的右侧 这个升降舵 各位看到整个折断 折断撞到船身折断 然后整个天线全部撞坏 听说发生这些撞击之后 他被迫浮出水面 开到快到岸边的时候 打电话报告 说我们出事了 通讯系统中断 船身受创 就拖回去 拖回去 那当然也可以看得出来 这一次苍龙级号称 是日本最安静的潜水艇 那为什么会出这种事情 但日本的防卫像 这个暗信复出来说 说什么呢 说我们将来会防止再次发生 那媒体问什么原因 他没讲 但是内航人都知道 怎么可能那么单纯 你怎么可能那么单纯 那么高级的潜水艇 声纳那么新 对不对 那么大的一艘9万吨的散装货轮 你会不知道吗 你去撞它吗 对不对 潜水艇本来不是看的 就是靠声纳 在决定怎么走 那会出这种事情 日本是哑巴吃黄连 有苦说不出 为什么呢 因为随着时间的发展 印太战略在变化的时候 我们往往新闻看的是水面上 什么伊丽莎白航母 什么在哪演习 来到日本 这个美国的航母 这个那个 大家看到都是水面上 但水底下 这个各国大显神通 只能说暗潮汹涌 这句成语对得上 中国这两年做了093 095的潜艇 尤其是速度发展的非常快 尤其是最近的这个福布斯做了一个调查 说中国现代 现代籍就是非常安静 还有这个甚至可以带这个洲际导弹的 这种潜水艇 大概现在有大概66艘 已经都现代化了 静音 尤其是这个095 听说有一个叫五轴 这个棒喷 简单的说就像那个水 以前是靠螺旋桨 对不对 现在改成那个喷水 就像那个喷水 前面吸水进来以后 后面喷出去 然后船身就前进 为什么比较安静 为什么不用螺旋桨 这个就是苍隆级的优势 苍隆级它最厉害的地方 安静的地方 除了它身体全身上下 有一种叫做所谓的消音块 就是它可以隔音 这个潜水艇里面的任何声音 是不会出去的 外面是听不见的 当然隔音要很好 而且我们看的潜水艇 长的是这个样子 实际上它里面有一个叫内舱 这个不是像我们想象中 这个潜水艇什么样子 里面就什么样 它里面外面是不一样的 里面有内舱 因为要抗压 对不对 外面有一个造型 是要在水中流线 加快速度对不对 然后不产生声音 所以潜水艇等于是两层 有内舱有外舱 跟船不一样 那当然来讲 在这个制造上 这个工艺 日本尤其这个工艺 当年各位应该记得 几年前澳大利亚要买潜水艇 当时这个汤龙 还特别从日本开到了澳大利亚 给这澳大利亚军官看 看完以后大家都很满意 但澳大利亚的意思就是说 我给你买潜水艇 前三条在日本制造 后面的全部要在澳大利亚制造 日本说不可以 因为这没有机密 对不对 有很多工艺机密在里面 全部要在日本制造 但是后面的理由 就因为这样卡住 就黄了 后来就买了这个叫 法国缩鱼级潜水艇 那个有点扯 是缩鱼级在法国是核潜艇 但是要卖给澳大利亚的时候 要把这个船核潜艇变小 变成柴油动力的小号 缩鱼级 而且只是一个纸上作业 还没看到潜水艇在哪 澳大利亚就下订单了 买了 但听说竟然都交不了货 根本做不出来 有时候那个东西 你想想看潜水艇那么小 潜水艇大概都两三千吨 它不会很大 你要把所有的武器 动力系统 所有的装备 什么东西全部要塞进去 要配置得很好 对不对 里面还要有船员 生活空间 各位就知道 那个学问多大 对不对 它不像那个货轮 或者军舰 你可以一直往上加 很多甲板 大家一直扩扩扩扩扩 这个潜水艇就是要 这个你不能也不能太大 但也不能太小 因为跟动力各方面都有问题 日本在苍隆级 它的螺旋桨推进器 就是最厉害的地方 它的设计跟它的车工 在水底的时候没有气泡 没有气泡 气泡就没有破裂 没有破裂就没有声音 敌人的声纳就听不见 就这么简单 对不对 但它工艺在哪 它不告诉你 它的弧度是多少 它怎么去车那个螺旋桨 推进器 那就是它的know how 对不对 好 所以在这当中 就知道苍隆级 它的设计非常棒 对不对 它的安静 加上它可以载的鱼雷又多 所以一直以来 就连澳大利亚军官都说 虽然我们没有买 但是不能否认 日本的苍隆级 是一艘好潜艇 那就讲 既然那么好的潜艇 为什么2月12号 会去撞货轮 为什么会去撞货轮 当然这个是 一直以来大家在推测 在推测 实际上在那一次当中 日本潜艇跟中国潜艇 在海底 在海底在追逐 在互相 互相来去 中间还不止两艘 不是各一艘 好几艘 因为当时这个货轮 它从中国的港口 出来的时候 它是进入日本海域 因为9万吨的货轮非常大 有的潜艇 它可能会在货轮的底下 避免什么 因为货轮声音很大 哐哐哐哐走 敌人的潜艇找不到 他只看到 有的时候货轮经过 但其实货轮底下藏的什么 一个潜艇跟着货轮同树 这样走 对不对 这个东间到底谁躲在下面 谁怎么会最后发生这个事 这就是个谜 或许有一天会解开 但是知道行家都说 这个绝对不是单一 说什么开圈水艇 开了去撞货轮 那是不可能的 对不对 而且要撞 怎么是撞到这边 它一定是上来的时候 或船突然一转 它一动 两个就撞上 所以这个都是一个有点像罗森门 但是看得出来 在中日之间 实际上日本一直以来 对于中国的军事发展 有一定的担忧 因为不能否认 中国这些年在生产力 GDP全部超越日本 日本也很清楚 日本毕竟跟中国打交道那么多年 所以尤其是不管在文化 贸易做生意 你看有多少日本企业在中国 日本人很懂这个道理 但是现在这个叫印太战略 逼得日本 他还是要做一个表态 所以你看现在呼声最高 岸田文雄 这两天接受媒体访问 他说什么呢 他说我如果当选 党魁对不对 将来当日本首相 我有两件事 第一我要特别的注意到 日本在地缘政治上的经济利益 不能受影响 这本来就合理了 那指的是什么 在中国的日本商人利益不能受影响 帮他翻译一下 第二个 日本要有防御的力量 防御 比如说第一波攻击的时候 我们要有防御的力量 意思是什么 要有反制的神盾系统 要买就是要花钱 甚至还要有第二波 在攻击的时候 我们还有防御 主动防御的力量 去摧毁敌人的发射 这个飞弹 那这句话讲给两个人听 听得懂的 第一个 就告诉美国 也告诉中国 我还是要跟你做生意 对不对 那第二个讯息传递的出来 是认为虽然 他讲的是防御 他没说我要去攻击 对不对 他说我要防御 就是告诉美国 你要我买的神盾很贵 但是我会买 对不对 我就照你的意思买 因为这个日本人 虽然有的时候 大家一讲到日本就很讨厌 很生气 对不对 但是又很爱去日本 这个药妆店买东西 去日本旅游 但是也不能否认 日本他还是知道 在地缘政治上 他离不开中国这个邻居 他们家的房子跟中国一样 就是挨了 这个历史已经就摆了 他也不能说我把日本搬走 搬到美国那边去 对不对 他跟日本的跟中国的关系 就已经历史就注定了 地理论就注定了 所以日本不管哪一个首相上来 未来的中日关系 实际上我认为 应该是一个表面紧张 私下会比较和缓的局面 日本还是会希望 并不是用军事的力量 他希望透过一种沟通的方式去解决 当然反过来 对中国最有利的方式 就是日本维持现状 不要有军队 因为有了军队就会壮大 事态会变得更加的复杂 所以从这一次日本首相的改选 看得出来未来的中日关系 应该是会更加的缓和紧张 对不对 我们也拭目以待了 好 今天非常谢谢各位收看收听 也欢迎各位在YouTube上面的朋友 在下方留言表达您的观点 我们明天准时空中再见